这是一款华美容带着哀愁, 绝望里又带着希望的游戏。 精美的画面搭配上亲人心脾的音乐, 外加忧伤的故事, 都让玩过这款游戏的玩家派手称赞, 竖起大拇指,高呼一声,牛逼。 但是由于故事采用了碎片化的方式, 让许多人并没有弄清游戏的背景故事。 所以这一次大家就随着狗狗我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款游戏。 古老战争 很久很久以前, 一群与世无中的古老民族生活在寒冷的边陲之地。 这个神秘的民族有着两个独特的法术, 一个是名为污秽的病毒。 当人的灵魂受到扭曲后, 污秽便会从灵魂里自慢出来, 形成可怕的肉流。 而人的意识会逐渐丧失, 变为只会袭击他人的不死怪物。 一个是不死的骑士与救赎的巫女。 骑士与巫女形成契约的关系, 骑士以自身的肉体丢失为代价, 成为永生不死的灵魂。 为了维护自己灵魂的稳定, 因此便需要与巫女互相关联在一起。 这也就是我们在游戏最开始看到的, 黑色骑士与白巫女小莉莉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游戏的回忆里, 甚至看到了某个不死骑士与自己的契约巫女, 诞生下了爱情的结晶。 这个女婴就是古老部落, 最后的巫女, 二如利得。 然后灾难开始了, 外来的民族以众多的人数来入侵这个古老的土地, 屠戮这个古老的民族。 即便古老民族有着神奇的法术的庇佑, 但是他们也无法阻挡入侵者的步伐。 这些入侵者用法术镇压了在战争里杀不死的不死骑士, 然后便开始屠戮其他手无腹肌之力的生命。 征服从来都不是入侵者的目的, 占有与修改历史才是他们的目的。 正义存在于胜利者的嘴中, 于是战争结束时失败者就成为了邪恶。 古老的民族成为了污秽的种族, 只活在了历史的残片里, 新的土地被一分为六, 游戏里面的边陲之国便是六个国家之一。 为数不多的古老民族也被挤压在了这片贫瘠的土地里。 边陲之地的新国王都在感叹, 这里通年寒冷, 再加上有古老民族存活, 还真是被分到了一片麻烦的土地。 这个第一代的边陲之地的国王, 明白土地的或许是残忍的屠戮, 或许是出于心中罪恶的救赎, 他在已经屠戮过的战场里收养了一个还在墙堡中的孩子,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尔鲁利德。 究竟是养虎为患还是能够自我救赎, 谁也不知道之后的结果。 我们只能跟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去观看故事的发展。 边陲之地的生活是清平的, 这里的人与建筑都透露出来无尽的愁苦, 活着并没有那么的幸福, 死亡似乎也是一种解脱。 因此这里的人既有着极强的道德浓郁感, 因为生而伟大, 又有着极大的生命末世感, 愈以解剖生命挖掘灵魂, 甚至是人体的实验。 第一代的白巫女。 埋下的殷, 终于有了一天淡下了自己的果。 失去土地的古老民族退一步越想越弃, 于是复仇终于也开始了。 他们在上一场战争里, 丢失了自己的武器——巫女与不死的提示。 于是他们只能把自己的生命作为复仇的手段, 污秽就此而生。 他们把自己当作污染的毒药, 炸在了侵略自己家乡罪人的城镇当中。 被污秽沾染的人会变成会鬼, 而会鬼拥有巨大的利息, 可以轻易地把人踏碎。 拥有着极强的恢复能力, 人们的刀剑无法轻易杀死他们。 更可怕的是, 他们不老不死, 永远能够再次站起来。 面对这可怕的进攻, 一个金发的白衣女子出现在战场, 她用着自己的祈祷进化了吴会, 阻止了会鬼的入侵, 而人们便把这个女子称为了白巫女。 自此边陲之际的其他宗教都销声匿迹, 只留下了信奉白巫女的白教。 这个白巫女便是第一代的国王收养了古老民族的婴孩。 每一代的白巫女都有一个自己的称号, 第一代的白巫女被称为了黎明之白巫女。 第二代的白巫女。 白巫女进化了吴会,不是没有代价的, 吴会的残骸只不过是会从被甘染的人转移到巫女的身上。 由于巫会是从灵魂里生出来的肮脏, 所以巫女的灵魂接受的巫会多了, 同样也会生出肮脏来, 体现在肉体上就是无数的血色肉球。 我们在结局时看到了白巫女头发上的红色, 其实就是从灵魂自称出来的肉球。 因此白巫女她也不会拥有太长的寿命, 这本身就是一个毒素转移的大法, 以牺牲自我的生命力来救赎她人。 看到了希望的人们, 在尊敬着白巫女的同时更加强烈的袭击着她的血脉。 于是第二个白巫女产生了, 名为风之白巫女。 从第三代白巫女的笔记里我们知晓了, 她的母亲是第二代的风之白巫女, 所以很有可能第二代的白巫女也同样是第一代的女儿。 而血脉虽然我不敢猜想, 南方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国家的王。 因为第三代白巫女也在自己的笔记里记载了, 总是听到关于继承者的话, 我已经没用了吗? 我不懂什么王族的血脉, 更不想要什么孩子。 第一代的黎明白巫女创造了白教, 并逐渐形成了守护白巫女的守护者制度。 教堂里的修女要承担守护白巫女的责任, 第二代的风之白巫女建立起了双生堡垒, 守护着她的战士是老英雄格洛特。 我们在游戏里依旧可以看到这个老英雄的墨图, 英雄的结局总是寂寞的。 并且风之白巫女进化了会鬼的王, 从而导致会鬼第一次大范围进攻的失败。 双生堡垒从此就成为了边陲之国的国防象征。 第三代白巫女 人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于是便要拼命维护胜利的火光。 魔法师协会建立了起来, 他们通过研究魔法来寻找减轻白巫女进化时的痛苦, 暗部建立了起来。 他们用残忍的手段来解决威胁王国的安全, 酷刑与残杀不可避免。 骑士团建立了起来, 他们是守护国王的护盾, 也是国家正义的骑士。 守护团建立了起来, 他们是白教的修女为了白巫女的安全而存在的护卫。 等到了第三代的全职白巫女时, 另一个隐藏的邪恶团体也出现了, 国家魔术师团。 整个游戏的暗线就是国家魔术师团的作死。 法腾是魔术师协会的天才, 他为了减缓白巫女的痛处, 而申请调查国家地底下的禁区。 而国家不允许脱离了自我操作的团体的出现, 又想要通过减缓白巫女的痛处来延缓国家的统治。 于是便以国家的名义来创建了为自己服务的魔法师团体。 想要进入到禁区的魔法师, 必须要脱离原来所属的魔法师协会, 加入到国家魔法师团当中。 禁区是曾经古老民族生活的地区, 也是如今污秽泛滥的地区。 进入到此地的人必须携带解毒的面具才能存活下去。 法腾与自己的猎人密瑞尔来到此地进行研究。 法腾发现了白巫女的灵魂具备对污秽的抗性, 即便因污秽生出来的肉流也与会有完全不同。 如果研究白巫女的肉球的成分并把它种植到其他人身上, 不仅能够增加其他人对抗污秽的抗性, 还能够减轻白巫女的负担。 为了实验这个结果, 法腾拿自己的猎人米瑞尔做了实验。 虽然米瑞尔在形体上成为了怪物, 但是却保留了一定的意识, 这与污秽化成为了没有意识的汇轨完全不同。 继续研究下去后, 法腾制作出来了能把普通人变为不死骑士的灵药, 从而造成了不死骑士团的出现。 另一个方面, 为了减轻全职白巫女的痛楚, 这些魔法师利用她的身体复制出来多个女孩子。 这些女孩子被称之为白巫女, 这也就是我们在游戏里看到的无数白色衣服的女孩子尸体的原因。 她们都是全职白巫女的分身, 最初这些女孩子是准备作为全职白巫女转移污秽的容器而存在的。 但是在白巫女的坚决反抗下, 这些孩子转而成为了下一任的白巫女而培养着。 也便是在此时失去了王的古老民族的第二波巫秽进攻开始了。 两方在双双堡垒对峙了起来, 国王为了自己的权利,以维护国家的名义, 把禁区的魔法师研制出来的不死药分发了出去, 并欺骗其他人, 向其他人承诺服下了要玩的人可以获得对抗不死的力量。 在这一场的战斗里, 边陲之国几乎集中了所有的力量。 全职白巫女站在此地为了他人去除污秽, 狼的骑士在这里与白巫女相遇, 并为她守护了一整片的花海。 甚至黑色的魔女都参与到这场战斗里, 对她而言白巫女是她唯一的好友。 数之不尽的骑士,被流放的罪犯, 隐藏在地底下的国家暗部都出动了起来。 在战斗持续了多个月, 人们终于明白了发放下来的药, 也让他们成为了不死的存在。 用不死对抗不死,用污秽对抗污秽, 人们都在反思自己的存在是否还有价值。 而受伤最深的白巫女用着她的温柔与之欲给他人带来了希望。 这一场战斗依旧是在边陲之国的胜利, 污秽似乎终于被刑除了。 除了伤身堡垒这些残留下来的不死其事, 人们把他们当作新的污秽而看待, 英雄的末路总是寂寞的。 全职白巫女在这场战役后便已虚弱不堪, 禁区的魔法师把白巫女逐渐被侵蚀的身体送往了充满污秽的禁区, 她在那里被反复进行着各种实验, 然后等待着死亡。 她把自己带着从母亲处得到的项链, 送给了前来探望的好友黑色的魔女伊莱恩。 拜托好友把项链重新铸造, 分发给自己的其他分身的白巫女。 这也就是为啥许多白巫女的身上都有着项链的原因。 但全职白巫女终究是被污秽吞食, 这股污秽从地底蔓延到了天空, 而后下起了死亡之雨。 沾染雨水的生命会立刻化为会柜, 杀害周围的生命, 于是整个边陲之地陷入了疯狂的死亡。 全职白巫女的各个分身, 她们分散在了边陲之地的各个区域, 尽其所能帮助他人进化着污秽。 当然由于这些孩子的力量并不强大, 所以对疯狂的污秽而言, 她们也只能逐渐消亡。 这也就是我们为啥能够看到她们尸体的原因。 也便是在这无尽的死亡之雨中白巫女都已经死亡后, 一个孤独的灵魂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女子。 游戏正式开始。 古老的不死骑士的灵魂在多年的时光里飘荡, 在死亡遍布的教堂深处, 她找到了最后一个与自己签订过不死契约的巫女的血脉。 骑士用着自己的能力通过契约唤醒沉睡中的女孩, 因此我们看到了她额头上的契约印记,闪闪的发热光。 醒来后的女孩是最后的一个被复制出来的白巫女, 她还没有自己的名字与记忆。 于是不死的黑骑士与刚刚醒来的白巫女, 便在这个死亡的边陀之国里互相依偎, 来寻找各自的记忆与身份。 第一个遇到给她们带来记忆的人, 是手中拿着巨大铁球的守护者。 她拥有着人类的身躯与恶魔的翅膀, 并在二阶段变化成为巨大的恶魔。 她之所以有独特的翅膀与巨大化的身躯, 在于她吃了不死的药丸。 药丸里提取了不同生命的灵魂,杂揉在了一起。 所以当时间久了以后, 人们的身体就会出现鸟的羽翼与马的身躯。 这也就是我们在国王的城堡里看到飞龙与人马的原因。 她的名字叫做希里德, 仰慕着全职白巫女, 嫁入到白教的原因是为了成为全职白巫女的天生守护者, 但是她的希望却被自己的姐姐所夺走。 她的姐姐是极度的恋妹癖, 之所以抢走了妹妹的希望, 是因为姐姐不愿意为妹妹担当这个危险的职位。 于是,妹妹仇视姐姐, 但是姐姐却十分关心妹妹, 连姐姐最后死前的愿望也是想要再紧紧的去抱一下自己的妹妹。 妹妹无法成为全职白巫女的守护者, 于是便只能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了全职白巫女的分身上。 这也就是妹妹的回忆里称之为莉莉的孩子。 莉莉其实并非是我们这个小女孩的名字, 而是与她相同身份的另一个白巫女的名字。 那个孩子死在了教堂高处的阁楼里, 我们可以看到她小小的身躯全坐在了一起。 教堂之外的死亡之雨, 干揽了所有的人。 外舞横行的世界只有灵魂状态下的不死其事, 败落的村庄里也只有恶魔的吼叫。 孤独的老战士格洛特阻挡在了城堡道路的路口。 曾经她与第二代的风职白巫女一同战斗过, 也加入过第三代的全职白巫女的双生堡垒之战, 而后被死亡之雨所感染,化为了杀人的厉鬼。 村落的旁边是魔法师的森林, 这里的花草没有被雨水污染, 那是天才的魔法师黑色魔女的伊莱恩展开了守护的结界。 她也曾经参与过双生堡垒之战。 她在那里结识了全职白巫女并把她当作了唯一的朋友。 她亲眼看到了全职白巫女在禁忌之地的境遇, 她便用接下来的一生来研究如何减缓全职白巫女的痛处。 可是死亡之雨袭来时她也没有时间了, 只能竭尽全力地给魔法师协会的森林设立结件, 保护这里的生态, 所以这里的植物并没有完全的腐败。 地牢是边陲之地的黑暗, 他们会把所有的人造的罪恶都会埋藏在这里, 地牢的守卫被称为了暗部。 而暗部的首领名为海尼尔, 他为了这个国家愿意弄当自己的双手。 因此他避开与妹妹的关系,害怕他沾染到了其中。 但是国王却看上了他的妹妹, 秘密把他揭入到了皇宫, 与他的妹妹生下了私底下的孩子。 哥哥与妹妹都知道最后的结果, 孩子生下来后妹妹会死去, 而哥哥只能独自抚养妹妹的孩子。 这个孩子名为尤里乌斯,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国王护卫的骑士长。 在死亡之雨降临时, 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死期, 他刺杀了、私生了自己的父亲——国王。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国王终于用正眼看向了自己。 即便他努力到让自己成为了骑士长, 在国王的眼里也是一鸣不绝的。 长枪终于贯穿了自己父亲的胸膛,把他的皇冠丢在了城堡之外。 而他自己则坐在了父亲的位置上, 等着自己永不死亡的人生迎来终点。 这里的每个成为了不死却还没有丧失理智的人, 都有了自己的坚持与无奈的人生。 全职白巫女把自己的丑恨与善意投射到这个边陲之国后, 我们看到了红色的死亡之雨与白色的善意森业体。 这个边陲之国的象征性的花是莲花, 所以游戏里的红色莲花与白色莲花, 同样也现象中着全职白巫女的污秽与闪亮。 那是污秽侵蚀的全职白巫女后, 扎根发芽后,繁衍到外面世界而形成的花朵。 小女孩在游戏的最后有三个结局, 一个是走到边陲之地的泉水, 这里是全职白巫女获得拳的名号的缘由, 这也是在这个死亡之雨降落下的洁净之地。 在这里我们得到了故事的一个面向, 这个世界已经不可拯救了。 全职白巫女只希望这个孩子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污秽的世界, 小女孩也只能在这个泉水里面对之后的死亡, 黑色的不死其事也未曾得到自己的绅士答案。 第二个绝机是小女孩找到了隐藏在禁地里奄奄一息的全职白巫女, 她知晓了这个国家最黑暗的一面, 成为白巫女的人最后的墨图是如何呢? 全职白巫女最后化为了污秽的王, 继续感染这个世界。 而小女孩作为新的容器, 净化了她的污秽。 于是我们看到了小女孩的身体被感染, 长出了鲜红的颜色。 小女孩虽然拯救了全职白巫女, 但是她作为另一个被污秽感染的人, 早晚也会污秽暴走, 吓起另一场的死亡之雨。 女孩子的身体变为黑红的病态, 而结局的人员表也是黑色的背景。 第三个结局里我们知晓了, 所谓的不死的骑士是古老民族遗留下来的维二的灵魂中的一个, 另一个便是咱们的主角小女孩了, 她是与这个不死骑士签计契约的最后一个还活着的血脉。 头顶上的烙印是巫女与骑士签计的契约象征, 所以我们才可以在过场的话里看到两个人的额头都有着独特的印记。 在这个结局里我们揭开了所有的古老民族遗留下来的石板, 制作了对抗污秽的法器。 在以污秽之王的战斗中, 进化的污秽并没有吸入到女孩子的身躯里, 而是被封印到了法器当中。 女孩终于见到了全职白巫女的样貌, 她不仅仅挽救了崩溃的巫女, 也挽救了这个死亡的世界。 这是小女孩第一次得到了母亲的关爱。 世界污秽的根源虽然被清理了, 但是世界仍旧有角落里的污秽,等待着小女孩的依依除去。 于是这个继承了莉莉名字的小女孩, 留在这个诞生了自己生命的国家,缓缓的长大。 她花费了许多年的时间, 终于把这个边陲之国的所有人都埋葬了起来, 她才露出自己会心的一笑。 她的故事终于有了新的开始。 整体上还是一个非常残忍又美丽的故事,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玩一玩这款中间之莉莉的游戏。 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故事,有什么感想呢? 是感觉小女孩的不容易, 还是感受到人类私欲的肮脏,亦或是其他。 有什么想说的,不妨在评论区下留言。 我是狗哥,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了。